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80后 607080全了 那么明天九点钟呢 我原来让这个李向阳呢 因为李向阳今天我要跟他说笑话 李向阳那个金字招牌我今天看在百度上是拿两把枪 我们李向阳就是拿了这两把手机 做多 做空 因为明天呢 原来是让向阳呢 就是以后你的真名字就没有了 就叫向阳 这样大家好记 向阳好像看长的意思吧 向阳 然后向阳呢来跟我聊天 我们有很多X级的话题 向阳说怎么办呢 这个X级话题以后播不播啊 那请大家注意 九点到十二点 有我和李向阳在交易房 我已经给了他一个账号 明天开始一千股 UVXY他最拿手的 其他都他都不知道 就知道这个 来帮大家操作 一千股 只有一千股 到后面可以做几万股都没问题 但是呢 明天呢就让他来跟大家做直播 那么我们也会说一些昏段子啊什么 但是说完以后呢 就马上不会放上去的 所以你要看就要一直连上厕所 也建议你拿个 拿个马桶 拿个马桶直接 否则很多 好话题都没有 所以大家一定注意 九点钟直播啊 九点钟之前 我和向阳都在送孩子 然后杰老师呢 孩子还没有还没有送 他就在 这个杰老师孙老师 两位大哥呢 我的目标呢 是赶快把孙老师接过来 也在我们这里来说 孙老师的调子肯定很逗 不过呢 明天呢 就是九点钟 九到十二点 六点半啊 加州时间六点半 纽约时间九点半到十点半 是由我老王给大家做直播 好 那么九点钟 也就是加州时间九点到 两点 是由我和李向阳 我们在盘房里说 但是这段呢 我们既然不录音了 争取多说点混蛋子 哈哈哈哈 anyway 今天大盘呢 不涨不跌 那么很多朋友 就是我也带了很多的问题 有很多问题 首先呢 向阳上次就说 周一啊 老大要当心周一 要大涨啊 要上涨啊 但是最后强功之末 结果呢 周一不尾盘乏力啊 开始往下走了 我待会也看到了 这个16way和 Helen Masler 他们发的邮件啊 我待会跟大家说一下 怎么看周一的 这个行情 原来我们预计呢 周一会有一个上涨的这个动作 但是呢 今天我们没有看到 看到多方的上冲的力度呢 非常有限 还是那句话 今天明天这两个交易日 我们观察市场的动态 如果周五不算早盘的五分钟向上跳开的话 那么周五的走势的行情跟今天是非常类似 也就是说在这个位置呢 我想多走可能会想在这个点位附近进行一个长时间的整顾 然后再向上做下一步的这个动作 但是我看盘中各个板块并没有一个有力的支持 所以我还是觉得总体看空 就观察今天已经过去了 就观察明天 看看大盘的选择方向 好 那在转到杰老师之前呢 我来说一下今天大盘的一个看法 首先呢 今天呢 苹果啊 值巴菲特投资以后呢 上周一 这个苹果走得不错 苹果呢 这个台湾啊 这个有一个叫经济时报 他们报道台湾已经收到七千八百万份 那个苹果的订单 就是iPhone7 所以这条消息呢 直接把这个Cemic Conduct带上去 但是呢 尾盘呢 这个纳斯达克逐渐这个 除了今天Netflix 因为Jeffrey公司啊 给了一个比较好的评价 说大家要注意Netflix的国际上市场上的机会啊 虽然他们美国在萎缩啊 但是呢 国际市场机会不不错 但是从亚马逊 亚马逊今天两家公司都给他非常正面的评价 认为他的价值还是被严重低估的 但是亚马逊今天还没有占上七百 那么Amazon 谷歌啊 这些股票今天都是比较弱的 苹果最后尾盘呢 也不能说他跌 但是苹果今天撑住大盘 但是尾盘呢 都是微跌 但是不能说他跌多少 今天涨了涨了蛮多 道琼涨了四十多点 我们看内部来看 就是银行股不是特别得利 包括JP Morgan 包括Bank America Amer Express 这些都不是很强 还有就是拜尔呢 收购了这个Monsanto 这也是周一的意大利好 因为这个月事收购呢 代表大家呢 对未来看法比较 比较好 但是呢 有几点呢 我想跟大家说 首先呢 就是 从这个CFTC啊 这个美国期货委员会的 尽头寸来看 这个今年看涨的这个仓位呢 逐渐在升高 看空VXX 也就是老大你自己的UVXY的仓位呢 也在增加 这个是一个反向指标 越是看多呢 可能就是越是要跌 越是看空呢 就是越是要涨 所以从现在的情况呢 Zero Hedge 讲了一个非常好的几个点 一个是两年和十年的国债 就要继续走地 现在这个经济的情况 这个Yield Curve在往下 所以Dark Case呢 他说我继续做空银行股 那么 另外呢 就是我刚才想说啥来的 一下子 就有一点 有一点忘记了 但是呢 就是他讲这个头寸来看的话 这个呢 是非常值得 值得大家注意的 那么 还有什么 我想大概今天 还有一个就是 我看哈 就是杰老师特别喜欢的 这个LABU IBB 几乎是压在这个趋势线 没有上去 从量来看 今天纳斯达克总成就量 17.1亿 比16.1亿 要高 这个有点怪 因为平常这个星期一的量很低 那么今天盘后呢 收到了EA Wave的来信 他说从大盘的这个走势来看呢 接近周周末啊 这个大盘可能会面临一个巨大的调整 然后Helo Messler 就是我非常崇拜的高盛前技术分析师呢 他我刚刚订阅了他的服务 他说大跌又将重新来临了 那么当然这个可能杰老师还不是有共同的观点 那么来让杰老师来分析一下今天的大盘的情况 好 那么三大指数当中呢 今天我们看到了纳斯达克指数 呃呈现出来的这个节奏啊 是一个日内上冲预阻回落的一个节奏 短线上的话呢 就本周 我目前看到来来讲的话 呃 三大指数呢 呃 可以说目前呢 应该是来到一个 来到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时期 因为呢 我们知道前几个礼拜呢 市场呢 都是在做一个震荡的一个整理 那么如果说本周的话 那么个指数 如果再不进行一个方向性选择的话 那么对于这个日后来讲这个多方啊 是是比较困难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我还我个人还是觉得呃 在关键点位没有被跌破的前提下 我们依旧呃 是这个指数呢 在做一个震荡的一个整理 那么震荡整理的同时呢 我们也操作上的话呢 那么可以这个逢低期介入 那么本周所关注的这个标普的一个支撑点位啊 我们还是放在这个2035点 因为那2040的话 我们之前虽然是有所提及 但是呢 这个点位呢 反复的被被测试以后啊 这个似乎呢 这个点位呢 这个有效性啊 就慢慢慢慢的这个削弱了 但是我们还是 嗯 抓住这个上周的一个低点吧 看我们看一下这个2035点 看看有没有有没有支撑 那么我希望呢 这个个指数啊 在局部整理的时候呢 这个多方如果能及时的这个介入整个这个盘式 出现这个拉升节奏的话呢 我相信 呃 斯纳指数在周线图上应该是呈现出非常好的一个呃 一个上涨的一个节奏的 目前来讲的话呢 这个周线节奏呃 超度方向呢 仍然是向上的 呃 所以说呢 对于对于我们多方来讲 还是有希望 只不过目前这个盘式呢 嗯 已经在这个位置上 已经呃 整理了这么长时间了 呃 所以说呢 无论是多方还是空方来讲的话 都 嗯 都比较 都比较纠结啊 因为那目前来讲来讲的话 是没有一个方向性的选择 像今天我们在这个盘中跟学员进行这个一小时的这个盘中时盘交流的时候呢 也有的学员说了 有些股票啊 VRXRPU啊 什么时候加仓 那目前来看的话呢 呃 在市场没有选择这个方向性的时候啊 我们呢 暂时就不要去进行一个操作 可以 但是手中的个股呢 可以继续的 呃 可以继续的这个持股观望 是这样子的 好的 那么呃 下面呢 就是要问哈 Jacky 呃 我真的是要双枪 因为每个每个不同的方向 还有一位叫万年呆粉的 一位听众朋友 那首先这位Jacky的朋友就说老王 今天怎么标普跌VXXTVIX VUVXY照样还是跌啊 怎么回答 呃 我们看 因为XY 呃 在盘后 现在已经 我们在 涨了1.28% 已经涨了1.28% 这个是nothing 然后这个 呃 这个市场 呃 被交易者 呃 认可的程度 呃 我们还是还是那句话 因为我是什么 李向阳嘛 我可能就就两把枪哈 一个看多一个看空 你让我说的 哎呀 偷偷是道 可能不会 但是实战性很强 呃 呃 我们就是看空市场 短期在附近这个点位进行一个争夺 呃 UVXY的话可以和标普 呃 这样对比着来看 呃 市场的选择 我相信 呃 就在这这几天 就像那边杰老师说 呃 这个点位对于多方空方都非常重要 那明天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来附一下盘 UVXY OK 它最低 也正在13以下 今天跌到1301 尾盘已经打到13.65 明天怎么操作 9点钟 那给大家分析一下 明天pullback 呃 9点钟 我们做day trade 或者做一两天 因为大家可急着呢 就说呀 老王 你也没时间去操作 那我觉得就是说 我的投资人也说呀 老王 你有那么多账号 账号 那么多仓位 平平平平平平平掉 我一看也是 你看那个TMF 美国30年 国债的那个价格 我今天卖掉 他赚了45块钱 好可怜的 然后看他上下波动 那明天就核心 你做UVXY 我做NUGT的 看涨期权 今天我收了1200块 待会我跟大家评论一下 这个收租的情况 就很多人认为收租很简单 跟老王说 老王问他要个电话 他马上就哑声了 或者说 我说给你给你拿去 我看你搜出去搜呗 我看你 这是专业 专业 来说一下明天UVXY怎么操作 UVXY的话呢 我们可以做DayTree 但是呢 DayTree的位置 DayTree的价格 我们还是要根据 短期的走势 30分钟 5分钟 甚至于1分钟 然后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买点 这个在明天我们的VIP的直播里面 大家呢 可能会听到我跟沃伦老师聊天 说盘 说个股 但是实际的操作 我们还是要看准时机 因为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投资人 你不可能有大把的资金 而且呢 这个投资赚钱与不赚钱 也不在于资金多少 在恰当的位置做恰当的事 好 下面呢 一个问题是针对杰老师的 这位Howell的听众朋友呢 是上海人 我跟他在Facebook经常交流 他说你们公司分析师 应该在电视节目里分析 有一个股票叫JUNG 那么我看了 他是NUGT的另外一类 就是看涨三倍的 GoldMiner金矿股的一个股票 然后说 你们公司分析师应该在电视节目里分析JNUG 对不起 我刚才说错了 JNUG Jack Nancy Utah George 这个比NUGT长得快 然后他说你和J 和Kinsley说一下 那么我点录他的这个微信呢 我感到有一件奇怪的事 他说 我昨天睡觉前呢 也不浪费时间 研究出JUNG JNUG JNUG 比NUGT长得还快 六月回调就是买进 具体什么价格 我还在计算 六月中才知道 然后呢 他又说了 我计算出JUNG 年底订破360 今天的价格呢 大概在143 我不知道今天价格多少 周末的时候呢 是143 杰老师今天也有很多朋友问DUST 今天DUST高开低走 似乎呢 也没有随金价下跌 另外一方面Basic Material 也是在涨的 所以我不知道你对这个这句 因为JNUG的话 现在才140 他看年底要涨到360 那也就是预示着DUST 还是可能会回到一两块的位置 你既然你既然自己计算出这个目标 也为了干嘛还要问问呢 对吧 对你说说一下DUST的DUST的这个走势 DUST的DUST来讲的话呢 那么影响像这种 这一类的这个ETF的话呢 我们之前在上周五的美洲华尔街当中 也跟大家说了 影响这只股票的因素呢 有两个 一个是黄金的价格 金价的价格 一个是呢 这个大盘 整个这个市场 那么有些跟我们的学员啊 在这个盘中进行交流的时候呢 又有人问了 哎为什么这个黄金跌 为什么这个这个NUGT是涨的 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呢 就是说整个这个大盘 那么说明了整个这个大盘 或者这个 矿产内部这个板块 它是呈现出一个强势的一个 一个状态 毕竟呢 我们看到这个NUGT也好 GNUG也好 那么之前呢 从这个一月份的一个低点反弹上来的话 都已经出现了成倍的增长了 那么它明显就是一个右侧股 那么对于右侧股来讲的话呢 首先股价的话呢 这个基数在这个比较大 所以说呢 加上三倍的这个杠杆 所以说它波动起来的话呢 就就就比较大 那NUGT的话 现在是八十几 那GNUG的话呢 是一百四十几 那就要看你个人的了 看你愿不愿 你是愿意比较激进的 操作一些基数比较大的一些个股 还是说选择呢 比较中性啊 NUGT 这个基数比这个比较比较适中的一个个股 这就看你个人的了 是这样的 那么对于DUIC来讲的话呢 黄金 我还是看黄金啊 黄金的话呢 5月份的这个调整如期的出现了 但是呢 这个调整的幅度并不是十分的充分 所以说呢 我个我个人还认为这个黄金呢 在6月份的行情当中 还是整体上呈现出一个调整的一个一个节奏 那么短线上我们所关注黄金的支昌呢 是在1230点 那么今天呢 我也是在这个盘子当中啊 大概的把这个趋势线进行了一个更精确的一个修正吧 我选择的1230点 那么如果说跌破这个1230点的话 那么对于操作这个贵金属 单方向操作贵金属 或者是操作黄金类骨板块 矿产类骨板块的一些投资者的话呢 可以等待这个黄金在1175到1200元之间啊 这个区域的话呢 是适合我们进行一个长期介入的 所以说短线上来讲的话呢 我认为DIC呢 还是可以继续看反弹的 行 然后呢 下面的问题呢 就是关于NUGT收租的问题哈 今天呢 我在因为上周 这个NUGT就自动过期了啊 这个收租我们拿到了 然后呢 我买了大概本身就400股吧 然后我在93块钱买了sell这个就是收租了 收了3块钱一股 总共是1200块钱 那么呃 这位有位朋友叫万年呆粉 这名字也蛮好听的 叫Karen Dunn 他说Warren 昨晚看了你的节目 请教关于6月加息 如果加息的话 美元就会涨 金价通常会跌 假设这种情况 现在买入NUGT 下月岂不是会下跌吗 好那我今天也接接碰到了 杰森聊的聊天的一个前 呃VIP客户啊 他说110买的NUGT 呃 我觉得就是这些朋友 首先我从来没有一个价位超过100的 呃 如果打开NUGT啊 我觉得我的投资人说的真的对 就是Warren 你干嘛买那么多的股票 我觉得呢 我真的其他都不行 阿里的不行 当然也有赚的 但是有的股票就不大适合 但是NUGT今年就 一直在赚 那么呃 我不知道杰森对这个 这位投资人就是 他说要要去100股去收租 我说 呃 什么价位去收啊 你是怎么看 呃 这位朋友呢 我们在微信当中联系呢 最后他确定的是 我印象是98块吧 然后每股收3块 他原来的仓位呢 是114 114呢 呃 上周的话 他是呃 收的115块 然后也是收的4块 好像 嗯 然后这样的话 把成本降下来 降到115块 那他为什么有没有这种 继续补补补补 如果只有100股 我觉得真的就是呃 就不用收出了 因为这个钱非常少 就会收个几百块 而且我觉得就算你有100股的成本 就是你有100块钱的这个资金 那么100股的资金大概就1万块钱吧 那你可以很多说白了 很多 嗯 很多老师为什么 很多学生为什么买这个J老师的DUST 就觉得DUST好便宜 嗯 就一两块 哎哎老王NUGT推荐那么贵啊 就像你买谷歌还是买 买Landing club 啊 那你买的是一个一个一个价次 那么呃 我觉得如果我有一百股的话 我真的有一万块钱 我就考虑买十股十股的买 我不用考虑去 非要一枪就哗叉 把我所有钱打进去 然后收住 这个后面下面就没有 因为NUGT最今年最低17块钱 正如杰老师说的 也可能从120块哗哗哗跌到5069 包括我讲的69也有可能 是 这种投资人我觉得就是 就是有点问题 就应该是说慢慢的建成 那么你觉得怎么样 嗯 我觉得呃 您看了沃隆老师 介入NUGT并且收租啊 呃 然后这只股票涨得特别好 呃 介入的还是这个位置 就像我们明天要做这个VIP的直播一样啊 呃 做daytree也好 买NUGT也好 呃 还是要讲究一个 呃 合适的时机 在合适的时机 我们做相应的事 不能说因为他向上冲哈 然后咱们就呃 闭着眼睛就买进去了 这样的话呢 就会造成这个这个朋友的这种特别尴尬的一个境地 呃 这个位置做cow call吧 可能设置的高了呃 cow call的钱不多 可能一块多钱 呃 设的太低呢 又怕又怕被靠走 所以呢 今天我们在沟通当中呢 就是给他一个建议 就是说呃 以后你买股票 不能这么冲动啊 呃 还是在一个合适的位置 在低价位的区间 呃 再请进行介入 当他涨到一定的幅度 然后我们可以做cow call 进行一个呃 保值的一个 嗯 一个保护措施吧 呃 在高位的话 我们就不要再新建这些仓位了 这样的话呢 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很有可能出现这种情况 所以我希望这个朋友呢 吸取这次的这个经验 呃 要么然呢 就像那天呃 金价暴跌 然后呢 沃洛老师在一开盘 七十是79块还是76块 就七七十九八十吧 80块的区间 呃 从高价位直接暴跌 下来可能十多块钱的时候 早晨直接买入 买完了以后 马上做cow call 马上做cow call 其实 可能和这个朋友的呃 交易时间相差不了几天 但是呢 位置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很多呃 来给沃洛老师微信的哈 微 沃洛老师说你有电话吗 我告诉你一些方法 或者说你进我们的课程来学一学 很多观众就觉得 哇 我还用花钱学 我要自己实践哈 这位观众就就是一个自己实践的一个呃 比较嗯 比较尴尬的一个一个经历 所以说呃 接住的价位 然后设置cow call的价格 设置cow call的期限 这个都是相对的有一些呃 细微的这个学问在里面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需要一个专业学习 才能够执行的 把它执行的更好 嗯 我觉得给大家的建议吧 是这样 呃 我想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大家不要误 就是在股票堂中呢 有两种一种是贪婪 还有一种是保守啊 呃 就是恐慌 我觉得贪婪的人呢 就不要考虑来收租这件事 像这位朋友呢 就说哎呀 汪人王你说这个今年六月份金价哈 这个美联储一加息哈 这个金价就会跌 我现在买NUGT合适吗 这种朋友呢 是属于要找杰老师啊 因为是预测啊 我觉得呢 你比如说你买了NUGT 就像你买了房 你半年一年就别看他 第二呢 分批买进 不要说哦 一下子啪叉咋 一千古进去 就闭着眼啊 今天早还是爹 灯关了 到底哪个 东方花主意花生什么事情 就就等着等着啊 来闭眼了啊 哈哈 我们有个笑话 拉登啊 这个这个 我觉得收租这个行情 千万别搞混了啊 大家如果认为要均价 那找杰老师 接价 杰老师认为叫一千二 我认为均价一直要涨 但是你说均价 到底怎么走 nobody knows啊 那么这位朋友这种问题呢 我无法回答 因为我觉得我买400股 NUGT 我现在八十六 我今天早上 他涨到九十三 我也可以平了 但是我还是收租 我一千二一千二收 你跌了 跌到七十六六四九 我再买一点 再买一点 我每个月 每一周 我收起来 这个不重要 所以这些朋友呢 就是啊 你注意 这个收租这个行情呢 和这个greedy 两码事 炒股 你千万 那这两位 那这两位 一个是双枪李向阳 一个是杰老师 算命大师李杰老师 这两位去找他们 如果你真的要收租 就像我一样 就没一千股的资金 子弹 每个月收租 我每一张单子都打给你 你看你收了多少钱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呢 呃 就是 我无法回答你 到底美联储啊 加完息以后会怎么样啊 你说索罗斯 他也看好黄金 索罗斯弟子 也看好黄金 杰老师看空黄金 到一二零零 再建议买进 他是长线 还是看涨的 但是今天一六位 也同意杰老师的认为 总说现在看涨的黄金的人 太多了 非常crowded 就是呃 看涨黄金的人多呢 通常黄金会暴跌 这个可能也存在的 但是如果你真的要预测 行情 千万不要收租 请千万别 不要给沃伦王 这个误导了 我要的就是 半年一年 这个房子 你爱涨什么涨 我就收租 我就租出去 这种心态 那你就会赚钱 你不要说 每天算这个行情啊 像这位 大姐是的 哎沃伦王 说邮金要黄 这个NUGT要涨到140啊 哇操 我110进去 还有30 我有30元的看空间 又不会看图 哗啦哗啦就进去了 那看 现在开始忙着收租了 对 我觉得完全是两码事 那么另外一位朋友呢 他说这是我9点51分08秒 我说交易提醒 我挂单卖本周五到期的NUGT93元 看涨期权 三块啊 四口 四百股 出租 富途还是 他说老大 他说这个strike price93是4块5不是3块 我说老大 这个NUGT现在涨了 这个租金提高了啊 哦 他说哎 这个 这个价格还会变呢 哈哈哈哈 我说每时每刻都得变呢 啊 是吧 所以我觉得呢 请大家啊 不要搞粉 所以呢 从明天开始 我和呃 李向阳啊 就做一个房 然后我就管着我收租的事 我就大盘呢 我也同意他的观点 得暴跌 但是呢 我心里也抖火啊 万一这个大盘一起来 我这个钱可 但是你呢 就这GT成本已经控制了 哦 我就是因为我有UVXY 哈哈哈哈 我下检操的时候 我不说了 一说人家说老王 你这不好 整天就怪人家Jason 我们是冲你来着 你这应该在 这个上次标普22 什么2225的位置啊 检操啊 或者出场 现在又回来了啊 那么我觉得明天就交给李向阳了 好了 有什么补充吗 嗯 既然是两个方向 你要可以看的话 咱就以后啊 要是说 Jason要是看长的话 就叫向阳 看空的话呢 就叫向阴 我觉得这个很有方向性 那明天就是向阴了 他一直向阴 他从来没向过阳 他不是向日葵 他是向阴魁 没阳过 他老婆有意见 怎么那么阴啊 你怎么回事 行 还有什么补充啊 各位大师 所以呢 我请大家注意 如果你是关心我每个州收租的 请看我 那你关心这个美联储 到底这个大盘子爱怎么走啊 这个到底黄金要不要跌啊 美元要不要涨啊 美元要不要跌啊 黄金要不要跌啊 这个请千万别别别别别别来 别来换这个事情 这个事情搞得很混 很多人 他这个思维啊 就是很混乱 就是他又想 NUGT赚好多 又想收租钱收好多 哎呦 这个是忙死了 所以我觉得呢 呃 我们各有各的啊 各有各的 我们做空的啊 做多做做多的做空的啊 UVXY又可以做day trading 我们这个饭都有了啊 那么我这个饭呢 是属于鸡汤 老火汤型的 慢慢蹲吧啊 NUGT慢慢来 我已经把所有的什么乱七八糟股票 什么TMF 不是他不好 就是他搞了半天 我搞了三五三个月 赚了四 赚了四十五块钱 也是蛮蛮蛮可惜的 我也搞不懂他方向 他就来回 但是呢 这个波浪理论呢 也认为美国国债价格呢 会深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啊 没有补充就结束了 嗯 加温人老师微信哈 温人王2016 拨打我们的热信电话 热信电话 1800958 8561 今天我换了这个 给大家看谜底 7-11的咖啡 我有点建议失签了 但是这个FIGI永远的中心 好 再见 再见 拜拜